吃五谷杂粮会变蠢 南淮锦一语道破天机 看看古籍中是怎么说的 自古以来 中国的饮食文化远远流长 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常言道 人是铁 饭是钢 吃饭对人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作为人们生存和生活的基本需求 食物所提供的能量非常多 但近些年 很多科学家研究发现 人的饭量竟然和寿命直接关联 如果吃得不正确 就会缩短寿命 很多人认为 这种说法是子虚乌有的 并对此表示不认可 大多数人理所应当地认为 生活中缺了什么 都不能缺了吃饭 但国学大师南淮锦曾说 若要长生 腹内长空 毕竟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 食物的种类越来越多 人们可供选择的食物更是多不胜数 因此有很多人 面对各种各样的美味佳肴时 就会摄入过量的食物 或者吃一些不该吃的东西 长此以往 肠胃就会感受到负担 严重地甚至会影响寿命 历史渊源 皇帝内经认为 饮食调养应以 五骨为养 五果为柱 五畜为意 五菜为冲 其中的五骨就是指 道 道 鼠 祭 卖 书 他们的营养是相当丰富的 身体之中的很多营养物质 都是从中获取的 影响修行 但是在中国历史上 道家提倡不食五骨 认为人常吃五骨杂粮的话 身体就会缺少其他营养 从而导致饮食不均衡 并且因为修道之人 大多为了成仙 而五骨杂粮进入到身体里后 会增加排泄物 这些污秽就会影响身体 不利于保证体内的干净之气 从而影响人的修行 智慧受到影响 我们绝大多数人 虽然并不想着修道成仙 但是吃多了五骨杂粮的话 依旧对身体有很大的影响 南怀锦表示 吃五骨杂粮的众生 智慧并不高 孔子也曾说过 食肉者比 食骨者鱼 食气者瘦 意思就是经常吃五骨的人 摄入的养分是不充足的 会变得越来越笨 而想要越活越健康的人 就一定要让肠胃空出来 只有炼气才能长寿 中国传统文化中认为 人是依靠着身体里的一种气活着 而吃饭恰恰是补充这种气的方法 那么为什么会有 吃五骨杂粮会让人变蠢的说法呢 壁骨 自古以来 道家的养生 修行之术甚多 其中很重要的一种就是壁骨 道家认为 对饮食进行节制 其实就是对欲望进行节制 这样一来 人的内心就会达到真正的宁静 所谓壁骨 就是借断食物 少吃甚至不吃五骨杂粮 只依靠自己的身体 达到能量的供给 以此来增进自己的修行 提高自身的灵性 皇帝内经中提到 食气者 神明而寿 不食者 不死而神 意思就是 对饮食进行极度的限制 服以各种修炼方法 让气血保持畅通 从而进入到超凡脱俗的境界 达到神性的状态 而这种方式 可以直接代替进食 维持人身体所需要的能量供给 而且还可以起到养生的作用 据记载 历史上的张良就曾经尝试壁骨 他自幼身体雷弱 后来跟随一位道长修行 在这期间 他食用露水 并配合着其他养生方式进行疗养 使身体得到净化 几年之后 他的身体矫健 再也没有了之前的病态 葛洪在《报谱子》中也提到过 余数剑断古人三年两年者多 皆身青涩好 壁骨可以排除毒素 使身体的气血变清净 这样的话 就可以达到延年益寿的效果 所以说 壁骨并不是让身体一直忍受饥饿 而是吸收自然的能量 大自然与人体 自然的能量和人体息息相关 生命与自然之气之间 存在一定的规律 人的各个器官 都是和阴阳之气贯通的 所以身处于自然界的时候 就会感觉到神清气爽 身心非常愉悦 这就是因为 大自然的能量场 对身体有积极的影响 壁骨可以更好地感受到自然之气 从而吸收清新的气息 将体内的浊气排出 使身体变得洁净 因此古往今来 很多人尝试壁骨 时间有短有长 最久的可以达到几个月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 壁骨并不是对所有人都适合 一部人如果长期壁骨 可能会影响身体状况 甚至产生一些疾病 陈团老祖 中国自古以来 就有许多壁骨的传闻 即不吃五股杂粮 用药食等其他方式 维持身体机能 据传 陈团老祖曾经在武当山隐居 在这期间 他效仿龟蛇之类 冬眠者而不识的道理 开始壁骨养生 一睡就是百日 很长时间不饮不识 相传他的寿命极长 达到了118岁 广亲老和尚 还有一位广亲老和尚 他在青原山修行数年 住在一个山洞里 从山下带来的食物 吃完之后 就开始接山泉水 摘野果冲鸡 就这样修行数十年 依靠山上的蔬菜瓜果 维持身体所需的能量 不吃不喝修炼数年 传说 曾有一位侨夫上山砍柴 见他一直打坐 还以为是已经圆寂 就找来了附近的一位和尚 只见他在广亲老和尚的耳边 弹了三下 人就立刻清醒过来 人们这才知道 原来广亲老和尚 已经入定数月 南淮锦闭关 近些年来 许多研究也都表明 少吃或者不吃食物 可以延长寿命 达到修身养性的功效 国学大师南淮锦 也曾经有过闭谷的经历 当时他为了领悟如道佛的精神 在雪山进行了闭关修炼 并且持续了二十八天 而他在闭谷之前 就已经逐渐减少饭量 慢慢地断掉吃饭的习惯 在刚开始闭关的时候 他用血水泡茶喝 刚开始身体非常不习惯 甚至感到异常的痛苦 到了第四天 精神慢慢变得好起来 身体渐渐恢复了活力 虽然没有吃什么东西 但是已经不像前几天那样难受 还隐隐有一些畅快之感 身体里的能量一直在提升 南淮锦说 要懂得运用气功 让胃里充满气 这样肠胃就可以运动起来 后来有一个人 也学习南淮锦的做法 但是两个星期之后 就因为身体受不了 进了医院 而且未切掉了一半 由此可见 壁骨并不适用于每一个人 凡事都要因人而异 结语 总的来说 壁骨是一种特别的修行方式 它通过独特的方法调养身体 让各器官与环境 达到天人合一的效果 将灵性都散发出来 如此一来 身体里的杂念就会消失 整个人会变得神清气爽 延伸 五骨是哪五骨 古代有五骨的说法 但五骨是哪五骨 说法可就有分歧了 通常的说法是 五骨只寄 寄 鼠 鼠 卖 书 书 麻 五骨是古代 基本的农产品 是古人的基本粮食 五骨之外 还有六骨的说法 六骨是道 寄 鼠 麦 书 麻 比起五骨来 六骨只多了一种道 道为什么不是一开始就在五骨里面呢 原来 水道本来是南方作物 是到了后来 才传到北方来的 寄 寄就是骨子 脱鞘后是小米 我国古代很长一段时期中 寄都是最重要的粮食之一 古人把寄作为五骨之掌 以寄代表古神 古神和摄神 土神合起来 叫做设计 后来 设计发展成为国家的代称 鼠 鼠就是鼠字 又叫黄米 鼠味道较好 在上古时代 也是重要的粮食作物 麦 麦分为大麦 小麦 燕麦 黑麦等 种植比较广的是大麦 小麦 古代小麦叫来 大麦叫谋 书 书就是豆 上古时代只叫做书 汉代以后 才开始叫做豆 麻 麻指大麻子 麻在古代不是主要的粮食作物 但也供食用 古人常丝麻 丧麻并用 这里的麻 指的是大麻的纤维 不是指麻子 这种词 我只要做赢了 会有什么词 在这种词 这种嘘是不错的 我只要做赢了 我只要做赢了 将是一种词 我只要做赢了 这种词